昨天晚上反服贸占领行政院学生遭到镇报警察强制驱离 发起占领行动的清大研究生魏阳被检察官申请羁押 今天晚上八点半台北地院将召开羁押亭 对于有媒体将学生分化为激进派与温和派 仍然占领立院议场的学生情绪激动声援魏阳 并且要各界不要模糊焦点 立法院议场同学哭成一团 声援被拘留的同学对于媒体称 激进派学生一度想冲进一场抢夺指挥权 甚至另辟战场导致警民冲突 学生代表林非凡表明立场不愿做切割 没有所谓歌派跟鹰派之争 只有这个政府是不是暴虐这样子的区分 所有这些试血的媒体 用鹰派歌派的标签 达到你们商业化的需求 所有这些试血的官员 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这些学生 不愿意面对诉求 不愿意面对真相 抗争将近一周 却又爆发驱离事件 学运陷入苦战 有金融界企业人士站出来 号召网友筹资 在国内报纸头版买广告 刊登反服貌诉求 下一步则锁定国际媒体 目前我们是会先主动在说 目前在明天的头版的广告 而下一步的话 我们则是会筹划说 今天我们募到的款项 在纽约时报上面 如何刊登出台湾民众的生意 网友网路串联募款买广告 三小时募得633万 3400人加入 把网路主流意见 登上报纸版面 新唐人的电视 台北综合报导